大家好,我是张中萌,来自华尔云 今天由我和人人视频的架构师徐世约带来服务任性的分享 结合生产中的一个实践力 我们将介绍网格等原生具有设施 替换SpringCode的ASICS 提升服务任性的一些实践细节 我是华尔云应付网格的架构师 主要做容器、网格等原生技术的开发和设计工作 试一试人人视频的架构师 主要在做人人视频的过端架构和原生的一个落地工作 我们这次分享主要包含三部分 主要是一个任性的简介 简单介绍 当然是试一会介绍人人视频的应用和技术架构 和SJ的一些实用情况 后面我会来介绍通过网格等原生手段 来提升服务任性的一些实践细节 首先这句话先必大家都应该看过 所有事情、所有事物任何时间都有可能故障 AWS等于沃纳关于故障或失败这样一个经典的一个描述 在我们系统架构设计 特别是考核性认定设计中间被广泛的使用 因为所有人都有这样一些经验教训 故障不是你是否能碰到的问题 而是你什么时候碰到的问题 也就是不管前期我们做了多大的 花了多大的代价 财力物力去加固我们的系统去预防故障 但是最终预防是一方面 我们会发现接受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需要做好在故障的时候 我们怎么处理这些故障 应对这些故障 保证不影响我们的用户的 也最终这个使用 最大的程度上对我们的业务减少这个故障 对我们业务的影响 这也正是韧性研究的一个课题 韧性表达了这样一种能力 就是说我们系统在故障的时候 失败的时候把它过载 或甚至说它受到攻击的时候 还能向外提供基础的一些能力 韧性告诉我们 虽然我们不想要这个失败或故障 但是我们必须在系统加固设计的时候 做好这个故障处理的一些准备 故障处理的这样一些准备 比如说在故障的时候 尽量减少故障对我们系统的影响 尽量减少这个影响面 尽量减少对我们核心业务的影响 尽量减少对我们最终用户的一个使用的影响 有一个说法就是故障 韧性虽然它不能保证你挣到多少钱 但它至少可以保证你少赔钱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 我们做各种的竞争竞争力 它能提高我们系统的一个看上去的一个上限 但实际上最终保证我们系统下限的还是一个 反正我们系统本身的一个韧性 整个工程在我们身边的各种工程或者系统世界里面 其实韧性或者是韧性的理论都是获得了非常大的研究 在机统一世界里面其实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研究非常多的一个课题 在这次实践中间呢我们将主要聚焦服务的一个韧性 因为我们这个客户场景主要是一些微服务的一些访问情况 其实在这个场景下面特别是服务规模比较大 数量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前面讲到了韧性的这些问题 或者故障的情况就它体验的更有明显 比如说这是Histrix它的官网上早期关于韧性的一个像一个模型测算图吧 就讲到说比如我有一个系统 它里面有三车微服务 虽然每一个微服务我能保证99.99%的一个叫一个正常工作时长吧 但实际上如果三车服务中间有依赖的话 它最终整个系统来看它的一个更正常的工作时长 只能在99.7% 比如说一个月里面它会有两个以上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是系统是不能工作的 这对于我们大部分用户场景是基本上是不能接受的 对于这个微服务场景考虑到服务它的一个分布式 然后有网络的情况然后系统自身那些情况 实际上这个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所以也就是我们只要做一些任性的事情它的一个必要性就在正常里变得尤其重要了 下面由世宇来介绍一下人人视频它的一个应用架构和 日活用户数也就是DAO现在能够达到一千万 然后月活用户数就是能够达到五千五百万 我们在上周五刚好迎来了人人视频的一个七周年的一个纪念日 近七年我们的业务一直是直线向上发展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人人视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业务架构 我们现在的架构主要分成了一个四层 然后就是一个第一层是一个网关层就是Gateway层 然后第二层是一个业务聚合层就是DFO层 第三层是一个基础服务层 第四层是一个数据存储及中间建层 我们基础服务层主要分成了一个五个中心 第一个中心就是用户中心 然后第二个是内容中心 第三个是社区中心 第四个是那个市场电线中心 第五个是一个数据中心 用户中心主要包括一些用户的一些信息啊 健全 然后内容中心主要包括一个一个视频 然后解析 然后视频的一些标签 社区中心主要包括评论弹幕这一类 然后市场中心主要包括一些活动广告 一些任务 一些支付相关 然后数据中心主要包括推荐搜索 一些风控 这主要是我们的一个业务架构 也是随着我们的一个业务的发展 在早期的时候我们业务量并不是很大嘛 也其实业务架构其实也并没有那么一个健全吧 然后就是就比如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 我们早期是并没有加一些什么熔断一些保护的 然后这个没有加熔断保护 就是看一个左边这个图就是一个什么地端呢 比如那个我们的一个content type 出现了一个线上的一些阻塞 它会导致一个上游的服务器BF层的 BF content type也进行一个业务的阻塞 然后进而导致一个API的网关层 API Gateway这个业务阻塞 然后当API Gateway进行崩溃的时候 会影响到整个业务完全不可使用 也就是达到了一个雪崩的一个效应 然后当我们使用了一个HX进行熔断保护之后 就是Build 大家看这个右边这个图 就是加了一个HX 然后在BF content这边加HX 其实其实每个其他的业务 都加了一个HX的一个现成的保护 一个服务的保护 当加了这个服务的保护之后 我们看这个content tag如果出现了问题 它会在BF层这个BF content 会迅速的对这个content tag进行一个熔断降级 然后从而导致保证上有的服务 以及其他的一些服务能够正常的平稳的运行 首先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HX到底是现场怎么用的 这个主要是列举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 现场的一个真实的一个配置 就是在我们在update的这个user的时候 我们设置了一个HX的保护 主要设置它的一个核心的现成数是20 然后最大的一个maximum size设置为40 然后一个最大对面数设置了1000 然后一个阻塞的一个阻塞对面的一个门槛设置成了800 就当业务请求过来的时候 首先如果现成数它没有达到一个20的时候 会新建一个现成 然后最终达到一个核心现成数 然后当超过核心现成数之后 然后会放到一个对面里面去 也就是我们这个最大的对面的数1000 然后将这个当这个还超过这个1000的时候 我们就会再新建现成 最终达到一个最大的一个maximum size 就是核心这个最大的现成数 再超过这个最大现成数就直接拒绝掉了 然后我们这个其实线上主要这个应用熔断的时候 它是设置了一些熔断的一些配置参数的 就是像这个arrowthreadhole的percentage 这个50就是表示这个出现了50%的一个错误率 然后下面一个参数是 表示这个我们在这个熔断的时间窗内 一定要这个请求数能够达到200这个数 并且熔断错误达到了一个50 才会进行熔断的触发 然后在下面我们设置了一个休眠的时间窗口 这边我们设置的是一个10秒钟 就是当熔断触发之后 我们进行10秒钟会进行一个业务的尝试 如果在业务尝试成功之后 会进行一个真正的一个 这样的熔断的关闭 就是进行正常的业务进行分发请求 我们熔断主要采用了一个策略 还是一个现成策略的 主要除了这个现成策略 还可以有那个新化量的一个策略 当我们用这个熔断的时候 用HX进行熔断 还有哪些弊端呢 就是我们现在在真实的业务场景当中 我们现在想把那个BF 转成一个聚合层 想转成一个够的语言 那转成够的语言 这个HX它进行熔断保护 就不可以在够语言当中进行熔断保护了 因为这个HX它是有语言限制的 它只能支持加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用HX它会设计到一个代码侵入 我们如果想用HX进行熔断保护的话 必须在代码中引用一些相关的架包 做一些配置 然后一些一些注解代码的一些 注解的一些使用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现在HX它并没有直接的一个 线流的一个策略 这导致我们现在的服务 如果还要进行线流保护的话 是引用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线流方案的 还有就是HX它并没有一些 故障注入的一个机制 就是在我们这个没有故障注入 就是在测试环境就很难发现一些问题 然后只有到一些线上才能发现问题 当我们用一些故障注入的机制的话 就能够在测试环境进行故障注入 然后就尽早的发现一些主要这些问题 然后避免到把这个问题遗漏到一个线上 以上就是主要一个HX我们用的一些用法 HX的一些密端 然后下面就超门哥来讲 超门哥来讲一下这个在服务网格中 我们怎样进行这些解决这些HX的一些短板 下面由我来介绍服务网格等原生的能力 怎么在我们这次实验中间 来提高一个更高的一个韧性能力 首先这我画了一张图想表达一下 就是网格就是我们这次实验中间 但是网格不只是像前面HX也提供了像 垄断器一样提供了应用这个应用层的一些保护 同时它还提供了像在从开发阶段到自主阶段 到服务运行的技术设施 到服务这个应用资深保护 甚至到后期的OPS阶段 它整个的全生命期的一个韧性的一些加强的能力 当然底下提供手段是像QS和Ease 服务网格这样一些技术设施来提供 下面我们来展开看一下 到底这些能力 我们是分别怎么去做的 我们的实验细节 当然因为最广泛的还是 还是垄断 我们用户用的 用户这边用的最多还是垄断 所办的这张图呢 实际上也是我们一个垄断模型 其实熟悉的同学会发现 这和History其实是一样的 网格虽然没有这样的图 但实际上它成为工作原理也是这样 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 服务属于一个熔断封闭的状态 在一段时间内 如果服务失败次数达到了 我们配置这个预值 它就进入一个熔断开启状态 这个时候就是不能接受流量 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 进入一个熔断半开启状态 这个时间呢 如果说服务能正常 那就它可以正常接受流量了 进入熔断封闭状态 如果说这个时候它不正常 还是不正常 那接着进入熔断开启状态 这服务 这还是不能 就是还会拒绝现在发光流量 那一般来我的画章表达 对比一下Histrius和Eastrius 它的一个熔断 对关能力的一个差异 可以看到比较大的一个差异 就是Eastrius的熔断 是在 是在 是非轻弱 在输入面的代理来做 但Histrius 它是在 SDGs 在用力有代码的来做 所以Histrius 本身来说 它能提供一个 一些用力 能定义Fallback的能力 但很多这些能力 本身呢 是要用不去 用不去参与的 像我们看一下整个在网格中间 就我们这个案例中间 它的一个熔断 这个一个实践的一个细节 首先是 服务实力 它这个熔断 服务实力 它的故障一个过程 这个图里表述了一下 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服务都正常 三个实力 都可以均衡的接收流量 这个时候有一个实力 如果它不正常的话 但是如果没有任何熔断保护的话 上面还是同样均衡的接收流量 那到最后呢 就会发现这个服务实力上 所有的请求都会是失败的 比如说从我服务 这个服务的一个维度来看 这个服务它有三分之一的几率 它是失败的 比如说从用户来 最终用户来看 比如用户从Gateway前来 访问我这个服务的时候 也用会有三分之一的几率 它会得到一个错误的 得到一个失败的一个请求 最明显是不符合客户的预期 也是不符合我们服务质量要求的 如果用了网格里边的熔断这个能力 比如说它提供了异常电检查的能力 我们看一下它怎么做呢 它能做到就是说 在一段时间内会考察一下 这个服务的它一个方向清风 如果它连续的错误次数超过预值的话 就把这个实力隔离掉 这个实力就能得到流量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这个配置 这是客户上的一个实际配偿 我们配置在十分钟内 如果连续出现五次 五零二 五零三 五零四的一个故障 在四分钟的连续出现这些故障 就会把它隔离掉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呢 就会尝试再给它发流 在这个十分钟内 它是不健康的 不会有流量 十分钟之后呢 就会尝试再发放流量 如果这个时候它正常 就可以正常进入流量 而不正常 下次会隔离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四十分钟 以至于这个服务最终 它基本上就得不到流量 也就是故障实力就隔离掉了 我们看一下前面那个故障场景下面 如果配置上面的一个 配置上面的一个 一个那个 一个规则的话 它的一个表现 可以看到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服务它上面是没有流量 是还是故障 然后随着容的策略生效 这个实际上它的策略 它上面流量会越来越少 一直到最后呢 这个服务实际上它基本上 就没有流量 从整个程序来看呢 实际上我们最终的效果 就是这个故障实力 是被隔离掉 流量只会分发到正常的实力上 比如从用户那边来看呢 它所有的情况都是正常的 因为所有的流量 不会分发到这个故障实力上 也就是说 达到了一次的熔断 达到了这样一个 故障隔离的一个效果 前面我们讲韧线的时候 其实有说到 如果韧线很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从一个 从一个故障的状态 能自动的一个恢复 我们看一下前面熔断的 怎么熔断的实力 它怎么去自动归服的 可以看到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服务上面 它是没有流量 我们这个服务 它如果因为网络 或其他原因 它正常的话呢 可以看到 会网格的数据面 会尝试逐步给它上面 再去发放一些流量 如果这个时候正常的话 它就会标准成一个健康状态 这样呢 这个原来故障的实力 就可以和原来的那个 正常实力的一样的 去接受流量 也就是从整个服务来看 用户的又会有三个实力 在线外提问能力 比如说从故障中恢复回来的 这也是我们任性理论里面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体现 网格的熔断 除了提供前面 我们说对一个实力的 一个熔断隔离之外 它该体验对于服务 请求的一个一些熔断 比如说我们可以配一些 预示规则 当超过这个预示规则的话 服务那个网格的数据面 会把这些请求给它更入掉 这样的话 就这些请求 或者这些连接 就不会发到上游的服务上去 从来对上游服务进行的保护 比如说这个 这也是一个实力例子 比如这边我们配置了 对某一个服务 对这个U的音货这个服务 配置了 最大只有80个连接 但它是HTPE的一些服务 然后最大配置800个请求 最大配置800个请求 就是对HTPE 对这个 是对HTPE服务会生效的 然后配置最大1000个等待连接 1000个等待请求 一般是对HTPE服务会配置这样 因为HTPE服务的话 它每连接上可以直接处理 然后配置每个连接上最大10个请求 也是这样的一些预示规则 当实际请求超过 当实际的访问超过这样的预示的话 那个上一个连接就会 那Proxy就会把这个连接给断录掉 这里我列了一下 就是网格的它连接 一些配置 一些详细 主要想对比一下控制面和数据面 它这些配置的归类 包括一些命连 实际上不太一样 实际实际使用中 有很多用户在这会儿会搞缓 我就附了这样一个表放在这 那这次分享中 我们就把它打开了 因为我们实际用户用的时候 就在这个案例中间 我们用户其实也碰到这样的地方 把它放在这 另外一种提供服务任性的很重要的手段 实际上是超时 这个实际上超时的理论 其实在服务任性的实际上非常广泛 比如说我们通过超时来避免 我们的一个服务 服务一直卡在一个请求上面 这样的对我服务整个的一个占用 或者对这个服务 甚至对我自己的自然的占用 一直被卡在一个请求上 通过配置超时的话 像在这个例子中间 如果我配了一个三秒的一个超时 这个时候BFF这个服务 防UserResource这个服务的时候 当超过三秒的时候 客户端这边的代理 就会把这个服务请求给它取消了 从而对上月服务进行一个保护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间呢 我们其实也发现不同的服务应该配不同的超时 因为如果说我们曾经出现过 比如说你服务这个超时时间配的特别长 起不到一个保护的效果 或者如果配的特别短的话 如果对某一个服务来说 它本来想应时间也比较长 你配的特别短 实际上就是 就影响用户的一个正常使用 它还没返回 也没有把它给消掉 提高服务质量 还有另外很重要的一块就是 配重视 能提高服务整个一个实用成功率 特别是对一些 对用户实用这边 用户的一些 比如说我这些网络的问题 或服务端一些运行器的顺势 这些问题 通过重视它 能提高服务的一个成功率 比如这对吧 我们配了一个三次的一个重视 当BFF这个服务 UserResource这个服务 它防人出错的时候呢 会自动的对这个服务进行 一个发起三次重视 但实用中央我们也发现 对有些 有些时候呢 这个重视其实并不一定 总是生效 比如我们曾经说 有一次用户它那个声音 都不会写错 然后这个时候你重视的话 你不管重视多少次 它都是故障 不但没有解决问题 反倒引起了 类似像这个 我们叫重视 重视风暴一样这样的问题 这些用户整个 整个用户 其实造成的是一个消极的影响 嗯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 提高服务准性的手段 是 是限流 虽然前面其实用户这边 其实原来做过一些 熔断的一些能力 但实际上不管是Hestrix 还是网格的熔断 它都是在客户单这边来做的 也就是说如果客户单被绕过了 比如这块没装客户单带的 其实这段能 熔断能力 其实它就是 它就是没法生效 而通过限流的话 是可以做到对上流服务的一个 统一一个保护 然后当服务的一个 顺势这个流量预值 流量超过我们配置预值的话 将会把这个 将会把这一次请求给它绝掉 从达到对上流服务的一个 一个保护 特别重要的是说 我们可以对不同的服务 配置不同的一些 限流预值规则 特别是对我们核心的一些服务 我们配置和一些非核心服务 配置一些不同的预值规则 它保证说 在我系统整个过载的时候 我优先保证一些 我优先保证我一些核心服务 从而也是从整个来看 提升我服务的一个整体一个任性 可以牺牲掉一些非核心的服务 把它的一些 把它的一些请求给它拒绝掉 这也是在这次实验中间 用户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手段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 任性的一个要求 就是在变更的时候 尽量减少变更带来的风险 因为有一个新版本上线的时候 你新版本的一些质量问题 尽量避免对线上用户的一些影响 灰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实用 非常多的一个手段 也保证两个版本同时在线 然后来对灰度版本进行一些评估 像网格可能比较方便的 做到在灰度的时候 实行一些不同的分流策略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配置 从只切分30%流量的灰度版本上 甚至70% 还符合应付原来的老的版本 这个时候如果即使有问题 也只会有30%流量受到影响 而且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 用两个版本同时在线 继续网格这块的一些流量 流量的一些策略 可以快速的回退 也就是说呢 用这段能力 用这块能力 能保证 这块灰度能力 能通过非侵入的方式 能对用户的 也得让这个变工对用户 有影响性能小 除了前面刚才上一页 我们讲到的 这个流量比例 或者沉重的能力之外 其实网格的流量策略 可以方便的配置 只有某种特征流量 去走到灰度版本上的 比如这个例子中间 我们走到 把Google等于第一位的 这些请求 发送到一个灰度版本上来 其他流量还走 原来的版本 这个时候 技术性的版本有问题了 也只影响 这种特征的用户 在实际我们这次 我们的客户实践中 他一般打上这个标记 或类似标记 他都是他这些 友好用户 或者是能承受的用户 所以整个来说 这个过程对用户的 主要的用户的影响 主要的用户是 那线上的业务影响 比较小的 另外有一个重要的手段 就是冗余 来提供服务的 一个整体的一个可用性 实际上我在 在我工作早期 实际上是 是做一些铁路桥梁方面的工作 我们早期的话 早期的话 比如说我们原来 做那个钻孔桩的时候 一个桥墩下钻孔桩 我们一般都会做的 比力学核算的 要多上几个 这个理论 实际上冗余的理论 在我们身边 是到处都在使用的 在集团机实践里边 比如说我们的 微服务场景下面 我们经常会说到一个服务 给他配 有多个实力 实际上主要做的事情 除了 我们做多实力的服务的分担之外 还有非常重要一方面 就是说 其实就是容易 这样一个考虑 如果有一个服务有问题 这个服务挂掉了 有一个服务实力挂掉了 我的服务整个来说 还是能向外提供能力 在容器场景和K8S 它的一些 像 多实力 配个多副板 非常容易 而且它提供了一种能力 就是说我们能配这些 基于节点或者 AZ 就是客人区的反清核 能保证说 我如果说某一个 节点的故障 某个节点 我把实力分担在不同的 节点和客人区上 如果某一个 节点和客人区故障 我怎么服务来说 只是这个 这个客人区的实力过程 我怎么服务呢 还是可以对它提供 从整个整体上提供 服务的一个可用性 K8S除了提供前面的 我们说那个部署上的一些 一些便利之外 实际在升级过程中间 也提供了一种能力 能保证我在升级过程中间 对用户的业务进行 或者说是甚至 升级过程中间 对用户的业务影响小 甚至是做到 让用户的业务不敢置 它做到了 其实在我们这个场景下 用户用的比较多 就是RulinUpdate 我们能做到 如果说用户有一个 新的版本要上线的时候 我们会先创建出 一个新的实力 然后停掉一个旧的实力 然后再创建一个新的实力 然后再停掉 停掉一个旧的实力 就这样滚弄的 完成整个一个升级过程 像我们这个用户场景下边 它的主要的服务 都是REST的 所以一些短链接的方式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 基本上能做到 在这个滚弄过程中间 对用户的业务 对用户的业务 基本上是不同的 也非常优雅 或者非常友好的 完成这样一个升级的一个过程 提高了整个的一个 变工过程中间的一个服务 服务的一个可能性 任性里边其实还有另外重要一点 就是说如果说我的服务如果过载的时候 能比较方便 其实有扩展做一个容量的一个扩展 当然扩展有可能是一些 你是变成资源的 也可能是像在微博程下 其实扩出实力来可能是更方便的操作 在KPS里边我们可以配置说 当服务的某些指标超过一个 我配置预置的话 可以先给它做一个扩容 比如这个例子中间 我们配置了 用户的那个CPU超过60% 或者它的PPS超过1000 我们就给它做扩容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从而保证 用户的这个指标 在一个我设定的范围里 当然在网格场上 我们现在还在做 比如说能使用用户的一些 像KPS的 或者实验这样的范围指标 保证用户整个这个服务的范围质量 在我们规划的一个范围里 从而提高用户的一个 总体的范围质量 我们前面讲到 除了这个运行期 或者说是运行期之外呢 在实际上 在服务部署之前呢 在测试环境下 在测试 在部署之前 我们还做一些 故障的一些 模拟测试的一个工作 用网格这种飞轻的能力 做这个能力是非常方便 比如在这个例子中间 我们是给这个UserResource 这个服务 给它注入了一个 5秒钟的一个实验 5秒钟的实验 这样的话 用户整个是不用改代码 然后是通过这个配置 BFF这个服务 onResource的时候 它会就5秒实验 我们就可以验证一下 这个BFF这个服务 它对这个实验 它处理是否适当 是不是会造成BFF的服务 它最终是没有 因为没有处理适当 而以前 最终用户的U使用 这样的问题 但除了注入实验之外 我们还可以处理一些故障 比如说这些 处理560个故障 这样我们会验证一下 BFF的服务 对这种异程 它是不是处理合适 也没有因为没有做 合适处理 把560个故障 直接跑给了最终用户 影响最终用户 实验体验 整个这种故障的注入过程 就是飞出飞 飞去用 因为不用应用这个东西去 冒合自己的代码 或者什么样东西 只能做配置就 就可以 这也是在用户实验证 非常好用的一种方式 除了前面这些之外 还有另外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定链 来完成 来做一个故障的一些定屏定件 在这个用户场景下面 其实定链前期也在用 前期在那个spin card 其实用户也用到 那网格的定用链 和传统的开发框架 它比较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这个定用链的 买点工作 是在客户单来做 比如说用户业务 它不用去管这个定用链的事情 只要通过配置 就可以收集定用链 然后去 通过检测定用链里边的数据 我可以看到我的服务 到底是哪个服务 故障 不管是在慢的时候 故障的时候 我解释到到底是哪一阶段慢 哪一阶段出的问题 从而比较方便地完成故障 故障的一个定位定届 以上就是这次分享的主要内容 大家永远也可以希望我合适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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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